人生真的很奇妙喔 就是你總是會在低潮的時候 才會想要往裡面看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活在這個地球上 你總是覺得這個地球有很多好玩的事情 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有很多地方要去打卡、拍照 但後來我發現其實如果你真的敞開的話 人生最好玩的地方不在他處 而在你自己心裡 大概是2010到2012那三年 是我生命當中產生很多質疑的時候 不管是對我的工作、對感情、對生死 因為2011年的時候我爺爺過世了 就開始閱讀非常多的 你也可以說是心靈成長的書、深心靈的書 那個不是一個填滿的感覺 我覺得那個是不斷地在更加發現自己 更加靠近自己 三年我去了巴厘島、印度、四川的盛湖 然後我去了夏威夷 我去了大溪地 我真的把五大洲的所謂能量景點都揍了一遍 那些旅行當中明白了 真正的旅行真的不是所謂的打卡拍照 而是你跟那片土地到底有多深的連結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我會覺得是能量點的關係 比方說我們常常會去 我會去到一些景點他們說 這就是地球大灼火 都是這些名詞 地心的入口 我去躺過金字塔的石棺什麼之類的 有沒有一些特殊的體驗 當然有 可是最終對我來說其實還是回到我自己的心裡 不管它是景點、廟宇、它是教堂 我覺得因為人在那裡投注了意念 而我只要敞開 我就能接受到那個意念 一開始的時候我也覺得說 我要擠滿 像便利商店貼紙 我要擠滿他們 我就是要去A、B、C、D 但後來我發現其實如果你真的敞開的話 我在我們家附近和平公園的榕樹下 我也覺得超棒的 如果2020年我還是用年收入來定義我的人生 絕對是低潮 但是如果我的標準改成吃得好、睡得飽 跟我的另一半牽手散步的次數 我必須要說2020年完勝 其實只是看你用什麼標準在定義你的人生而已 而我今年學會 我得到了這份非常大的禮物 就是你再回來一點點 再回來到一個 即使這個世界不管外界再怎麼變化 你都能夠如如不動的成為你自己的那個信心的那個中心點 那些外界不管是在你身上貼的標籤 你是誰誰誰的小孩 你到底得到了什麼學位 你的存款有多少 那些都不能定義你 只有你能定義你自己 而這本書就是我一路上探索的過程 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 我是不是過得比你更絢麗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非常大的收穫 2020年 既然我不能出去玩 對 那我們就回家玩吧 然後我想跟好玩的人回家玩 我想看看你們家有多好玩 你們家長什麼樣 所以我找了好玩有趣的人 然後希望他們帶我回家 我的家庭真的人丁眾多 我只能說上一輩都非常認真的在 讓自己開心 快樂也會多 困擾也會多 所以為什麼我常常會說我爺爺的過世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是因為以前我們家最大的聚會 就是我爺爺生日 不是過年 因為我們家人有在台灣的 有在香港的 有在加拿大的 可是我爺爺生日那天 不管你在地球哪一個角落 你都會回來陪他吃那一餐飯 所以當他離開了之後 突然之間那個標杆會不見 如果他不在了 家還在哪裡 是那個物理上的家嗎 那個地址嗎 我有想過家的定義可能是家的成員 但是也因為大家相聚的時間實在太少了 我後來有了自己的家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 我可以說它是一個療癒我的地方 它是一個我可以躲起來做我自己的地方 這個步調在台北上看不到 然後你回來你才會覺得說 原來是這麼的單純 現在可能我的個性 或是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講出來的每一句話 我覺得是一個讓我長成現在這個樣子的 很重要的一個基地 我跟不同的來賓去他們的家 我都會有不同的啟發跟收穫 我們其中有個來賓叫姚以提 他帶我們去台東 可是台東其實根本不是他成長 也不是他念書的地方 只是因為他有很多好朋友 畢業了之後回到了台東 當他只要不要不拍戲 他就會想要回去的一個地方 因為在那裡有一群讓他可以做他自己的人 那對他來說也是他的家 十幾二十年真的太常在外面工作了 我有時候甚至覺得 我只要坐上長榮或華航的飛機 我就覺得回家了 就是這樣 飛機都還沒降落桃園 我只要上了那個飛機 然後看著空姐 所以慢慢的我會想 到底什麼是家 可能你心心念念想要待的那個地方是家 但是如果你心心念念想要待的那個地方 是你自己的內心 也就是家 現在是我覺得最舒服最喜歡的狀態 說出現在的時候感覺好爽 我做著我很喜歡的節目 我跟一群我很喜歡的人一起工作 你知道我覺得現在做節目最棒的是 我其實只要如實地活在當下就好 我不用包裝什麼 我不用很絢麗的講像話 玩遊戲 我不用做我最不擅長的事 我只要做我自己就好 我覺得這對我來說是最大的relief 我不要再成為別人了 我的人生上半場認真玩 那個玩是完結的玩 我的人生下半場就要認真玩 我 Kayla 採用了 adult身 我一個人生下半場 我我喜歡的我 我再對你 Naomi的男人 那我沒想到那一切 我幫你擅長一下 我愛看 我愛看 你愛看 我愛看 你愛看 你愛看 你愛看